2022年的新莱达 狭面骑士Gaze的订单消息 以及宣传PV已经都续放出 可怀性极高的腰带 加上数人参战的吃鸡剧情 立刻让粉丝们拉满了鸡带 与此同时 正在热播的狭面骑士Royce 也即将结束一年的拉扯 那个深爱着莱达的兽鞋A梦 不但喜获新腰带 再次原梦变身 同时他还当上了最终Boss 早前阿泽还以为 欺负才是Boss 没想到最后 依旧是狭面骑士 可能部分粉丝 会有一个相当简单的词 来概括其中的原因 那就是敌我同源 别看别人是反派 但好歹话苏理不足 敌我同源是 狭面骑士系列中 被发扬攻打的一个概念 主角团所用的力量 往往大部分 都和敌方怪人是相同的 最少的狭面骑士1号 2号等等荣过的招火流亡们 他们只是利用 反修卡组织的改造技术 变成了强化改造人 甚至严格点来说 所有招火行事都属于改造人 也就是怪人的一种 只是因为保留正义的心 才被人称为莱达 要知道 卡组莱达的故事核心 就是悲剧 敌我同源在反映核心要素的同时 还贯穿了 假面骑士系列中的 绝大多数作品 因此到最新的Revice中 主角变身的形态 仍在使用对手的力量 虽然从平成假面骑士开始 改造人的设定 就已经逐渐消失 但为了老祖宗的牛带 或者说悲剧色彩 东大妈被人主角的力量 与怪人的力量 成为等同的存在 这么一来 变有趣了 既然男主可以变身 反派能够变身 变得合情合理 龙骑中的Boss 假面骑士奥丁 就属于90年的 代表性角色之一 那光是敌我同源这个理由 就能解释近年的Boss 为何从怪人变成骑士了吗 并不 光看90年的话 这时候大部分登场的Boss 暂时还都是怪人 除了奥丁以外 只剩一个最有爱心的DK的 想要亲自上位 刺激当自己的Boss 在这之前 还出现过几个人类样的Boss 例如那个欠债不还 创台稿式的某奥特曼人间体 时间来到新十年时期 再次最先提到的骑士Boss 当然是凯武中的巴龙了 虽然因为不惜一切 变得强大的觉悟 奥丁最后服下海姆明解过时 净化成了霸主抑郁者 勋爵霸龙 但究其本质 他还是一个卡面来打 并且最后 奥丁同样建成了前辈 悲剧社会的剧情设定 在于傻生的命运之战中 战败身亡 而新十年的第二位拉达Boss 便是XZ的中 登场的假面骑士科罗诺斯 虽然正式开始 东大妈已经省着在皮套上 偷攻杰料 许多主角皮套的造型设计 直接演员到了Boss身上 但奈何老坛角色人气高 实行的特殊战斗方式 也让人印象深刻 想让观众切出这个 原料色的绝版大叔 自然十分的容易 同时 老坛与巴龙还有一个相似之处 他们都在剧情后期 找到个特殊力量 变身成了 性似怪人的特殊形态 这种做法 甚至还被XZ的这些党座提成 假面骑士比特子中的 高人气反派一种 也在后期 变成了怪人才的真身 类似的做法 不仅存在于假面骑士 甚至在隔壁远古的 奥特曼系列中 也屡见不鲜 剧情后期推出的全新皮套 或是安排大结局 限定形态登场 确实会让观众感到更加惊喜 外加反派假面骑士的皮套 大部分都沿着在线 自然就会吸引许多人的目光 万代也能胜死机会 做出新玩具 赚他一笔 01大结局 登场的亚克独蝎 就是例子之一 本身后期 数决黑化跳反的噱头 就吸引了一部分 因为中期剧情拉胯 而七根的观众回头 结局还安排 二叔试验的灭霸 做一身机 起过新腰带变身 其实最后 01整体的狗碑 依旧感人 但至少就少一身具 以收视力来说 放在近年来大中 都算得上可圈可点 说到这 那就不得不提 今天怪人Boss 变成骑士Boss 另外一大原因 那便是东印 以万代的商业策划 很多人都吐槽 奥特曼玩具卖得多 当年赛罗变身无限形态 花了一分多钟的时间 在小黑屋带火 罗布奥特曼 因为兄弟双人变身的缘故 每集战斗前 把玩玩具的时间 也经常被人吐槽 过于历谱 相反 假面骑士就不够把太多时间 浪负在变身过程上 大部分时候 到了后期 就要尽量 简短化变身音效 保持节奏 即便是崇皇和实战刃 也不例外 最重要的是 莱达的玩具 通常还是推进巨型的重要道具 能够较为合理的融入到巨型中 再加上道具种类 多样性十足 从U盘 硬币 开关 再到卡带 瓶子 芯片 能有多少种类 完全取决于设计师的脑洞 不像奥特曼 有太多题材上的限制 因此 反派如果是莱达 还能合情和莉特 都卖几款不同的腰带和道具 甚至好几部去上派的Boss 也都是选择 用卡梅莱达做反派 光像Saber中的斯特利乌斯那样 大量换色的冲突 拼接皮套 都可以出玩具片前 实在不行 还可以靠演员撑起场面 任由01剧场版中的反派 假面词是伊甸 就行了伊藤一鸣誓言 迷人效应 对飘航的销量和影响 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皮套的颜值 加上巨型的推动 就算追剧略感 是没疲劳的观众 看到新的莱达 也会觉得眼前一亮 如此一来 可不一定会对做工精良 细节逼真的怪人感兴趣 要想让他们接受反派 甚至喜欢上反派 那么设计一个骑士造型的boss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最终可以确定 反派之所以从怪人变成骑士 是系列摄影传承 观众消费 以及市场需求 三大要素造就的结果 要想再次看到 真正意义上的怪人boss出现 或许只能寄透于 粽子这类大使徒网剧当中了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选谱内容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次见